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超级下饭的美食 灯笼椒挥锅肉 这道奢香味美 下酒由下饭美食的主要贴点 灯笼椒垂涨 微辣挥锅肉飞而不腻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 具体分享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能喜欢 首先我们把一坨标准的五花肉 给入浆虫了旧柱 柱开后搭去覆没 搭去覆没后柱打开15分钟 今天我们选用了葱周老品种灯笼椒 洗净后取起制 把它切成三个型 这种灯笼椒最大的贴点皮尔波维辣 刺起非常脆爽 现在我们把自然凉冷的五花肉 切成稍稍厚一点的薄片 一般炒回锅肉的肉片 稍稍大一点 这样刺起更加的酸口 切好后我们装入盘中备用 热锅中给入少许的油 下入我们盖好岛的灯笼椒 适用中大货快速的翻炒 期间我们可以丢丢的食盐 翻炒的目的主要是 杀掉部分海椒中的水起 时间最多一分钟 锅中给入少许的油 下入我们盖好岛的五花肉 适用中小货 炒土油后给入适量的被炭 给入白糖的目的不仅能蒸旋 而且能煎鱼 再给入适量的台火豆丝 现在我们把火稍稍转大一点 首先给入白糖的目的最后的成菜 肉吃到最后有灰甜煎鱼的感觉 然后我们给入适量的酱油 蒸饰提味 这道灰锅肉不防披鲜豆瓣 和甜面酱 这样炒出来的灰锅肉不仅色 更加的漂亮 没有皮线豆瓣 才能突出灯笼胶的原味 灰锅肉炒香炒出色后 下入灯笼胶 灯笼胶入锅后最多一分钟 七锅前我们可以丢丢的围巾 贵则是鸡精 快速翻炒均匀后 关火七锅 各位好朋友 一道色香为美 超级下旧又下饭的美式 灯笼胶会一锅肉制作完成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盖 请记得关注 点赞 分享 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见